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陈世昌和大家分享这个心灵鸡汤的时段 上一期我和大家说过 预本砖是日年大圣人所书写出来的 日年大圣人就利用自己的生命 对于这个法华经的理解 将第十一品里面的建宝塔品里面的虚空会 是描写在这个预本砖里面 大家都明白了 日年大圣人是用文字将虚空会的情景 是表现到在这个预本砖里面 为什么用文字呢 上次一辑都有讲过 因为所有的图像来说 都不足以可以表达对于这个法华经的虚空会的理解 所以一年大圣人就用文字呢 而书写出这个预本砖 当然我们知道预本砖来说呢 不是我们说一些传统的佛法上面 这个好像一个佛像这样 它是可以赐给我们一些什么力量 预本砖等于一个明镜 是利用宇宙的法则里面 将我们每人生命的真实的样相映照出来 再加上我们畅重南米尔荷林基卦这个题目 而能够将我们的佛界和佛的智慧涌现出来 从而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困难 作出我们的人间革命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当然很多朋友会问 究竟预本砖里面这么多书法 其实看都看不到里面写什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将里面每一个佛的名字 和大家细心分析 好 大家看看这一图 我将预本砖里面 转变成一些印刷的字体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每一个佛 每一个文字究竟是说什么 首先要说一说 我们每一位会员 现在在家里面所敬奉的一个余本砖 就是第二十六世法主 日宽常人所书写的余本砖 因为自从日年大圣人书写的余本砖之后 历界的法主 他也是有这样的能力去书写这个余本砖 而现时我们在创教学会里面 敬奉这个余本砖 就是二十六世法主日宽常人所书写的 所以在我们的余本砖下面 近左边的地方 我们会看到日宽奉书写之 这几个字在下面 当然我们在余本砖里面 最重要的位置在中间里面 我们会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 南无妙法连华经一年 这个是表示到人法一个 是大圣人的生命和妙法合为一体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福经王之讯里面 曾经有写过 他说日年的云拍 不爱是南无妙法连华经 正如大圣人所示范一样 这个也表示我们的生命 在根本上 和南无妙法连华经的法则都是一体 换过另一种说法 南无妙法连华经日年 这个书写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是拥有和本乎大圣人的生命 有共同的特点 只要我们能够 像大圣人一样 为了讲宣流报的奋斗 像大圣人一样的确信而其愿的话 我们都能够显现同样的勇气 希望和智慧 这个就是大圣人在阿佛房书里面所表达的意思 他说出什么呢 自己的身体也是三身即一身即本国如来 应相信这件事 而猖众南无妙法连华经 所以在《南无妙法连华经》下面日年之下 旁边有个叫做再愚叛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等于一些画颜或花颜的意思 就像现在我们的签名一样的作用 愚叛专者周围 比较用小一点的文字 大圣人表示代表九届的人物 都是受到妙法的照耀 正如他在《福日女夫人书》里面所说 被妙法五字的光明照耀 成为本有的尊营 这首是本尊了 换句话说 这些人物是标注着我们佛界之中所包括的九届 在预本尊里面 十届的代表是不尽相同的 有些预本尊十届每一届都是由不同的文字 和佛典里面的文字作为代表 不过有些预本尊十届是用一组人作为代表的 例如四圣 大圣人就采用不同的方式 往后有些法主也是一模一样 至于日宽上人所书写的预本尊 十届是由两组人组成 一组就是四圣 佛界、菩萨界、圆角和声闻 而另一组是用六度的代表 是由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和地狱 在日宽上人所书写的预本尊里面 两则的释迦牟尼佛和多宝如来 两则都是代表佛界的 多宝如来是过去的佛 是代表着永恒的真理 是智慧尋找的对象 而色尊就是现在的佛 是代表在现实里面 不得法的智慧 两者都是拿无妙法连华经的侧面 两个佛并坐 是代表了真理和智慧是一致 这个所谓叫做警智鸣合 但最重要就是 大圣人的佛法 并非以色尊或者多宝为本尊 正如预本尊所显示的 两位都是位于 南无妙法连华经的两旁 因为两位都是因为 妙法连华经而成佛 南无妙法连华经 才是成佛的根本之法 此外 地拥菩萨为首的四大菩萨 有上行菩萨 无边行菩萨 安立行菩萨 和静行菩萨 南无是代表尊敬的意思 以上行这四菩萨为色尊的协事 是因为他们 不得南无妙法连华经的佛 都会实践菩萨行 来救度众生 这个行字 是表示大家都要发挥 各自不得的智慧 来开救人的行动 最高的行动就是上行 无止境的行动就是无边行 纯洁的行动就是静行 和不动摇的行动就是安立行 这些都是因为妙法成为一体 所以能够产生无限的生命力 而六度就是由天界 畜生 饿鬼的人物来做代表 天界的代表是哪个呢 就是四大天王代表之一 大彼沙王天王 大慈国天王 大增长天王 和大广木天王 还有大日天王 大月天王 大明星天王 和第六天魔王 而畜生界的象征是哪个呢 就是八大龙王 而恶鬼界的象征就是鬼子武神 和十罗杀女 由此可以见到 御本尊是容纳了所有十届的众生 而虚空会里面 就将所有在场的众生 一个不漏地归纳在里面 法华经的罪品第一有说过 他说 色尊眉间所发出的白豪之光 如同探射灯一样 不但可以照耀十方世界 同时也能够照耀无奸地獄 在寓意口喘里面有说过 这个所谓白豪之光 这个就是南无妙法练华经 这个光明是可以照耀到十方的世界 令到十界都同时会成佛 在寓本尊里面有其他人物 大家细心一看 还有天台大师和传教大师都在里面 他这个代表是代表了过去承传了佛法正统的导师 以地方的神来说 好像印度的土地神 就是帝式天王和大凡天王 他作为诸天善神 是被包含在寓本尊里面 除此之外 还有日本的土地神 就是天照大神 八凡大菩萨 这个是意味着 那些对于有人有利 有维护国土作用的世上所有的善神 都是归纳在寓本尊里面 有两个名字 大家比较难看到 因为是用中古时的印度的梵文所书写出来 亦是代表到烦恼即菩提 这个代表就是爱染神王 在位于裕本尊中央的左边 另外 代表了生死即涅槃 这个不动明王 在裕本尊右边的中间地方 裕本尊里面 还宣写了日年大圣人的宣示 他写着什么呢 佛灭后 二千二百三十余年之间 于一染浮蹄之内 未曾有之大曼陀螺 大家再留意下 裕本尊的两边 亦都有显示出 因果法则的两个佛法相成 就是说出什么呢 若老乱者 头破七分 有供养者 覆过十号 其实在裕本尊的排列 是以法华经描述的虚空会 作为根据 法华经 宝塔品 第十一里面有说过 当时 是有一个很巨大的宝塔 宝塔 是从大地涌现出来 有说出 以时佛前 有七宝塔 高五百游巡 中港二百五十游巡 从地涌出 住在空中 在建宝塔品里面有这么说 游巡来说 是印度当时 是帝王一天行军的距离 根据一种说法来说 五百游巡 约摸等于什么呢 地球的半径那么多 所以宝塔首先涌现的时候 是关闭着门 但是当为了证实 这个色尊的教义是真实的时候 多宝如来的出现 打开门之后 就看到多宝如来在里面 并且邀请色家 在升上半空的时候 跟他一起并坐 所以色尊就将宝塔打开 虚空会就是这样开始 所以在于本尊 你看到 《南无妙法》 《莲华经》的两旁 你会见到 色家和多宝如来的名字 是最接近的 再开一点 就是 四大天王 地勇菩萨的为首 我们奉拜这个 参照虚空会仪式 所图显的余本尊 其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都可以参加这个 《灵袖山》的虚空会 能够让这个宝塔 这个光芒 即时赞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们生活在 现在的抹发 这么污足的时代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宝塔一样 但它有可能是关闭着 深埋藏在我们的泥土里面 因此 我们的挑战就是 要从无名的土壤之中 将埋没的宝塔 如何去挖起上来 并且要打开这个宝塔 将《南无妙法年华经》 是扩纳在我们的生物之中 等于现在的虞本中央的地大 能够将它能够的光明 招耀给我们更低的生命境界 使得它们处于一个适当的位置 将这件事能够实现过来 就是大家的信心和力量 即是所谓我们叫做 自行化他的实践 我们要坚强 将我们的信心持续 向这个虞本砖实践修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 同时 坚信着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信息 即是说我们的生命 在奥底里藏有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塔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以如本砖的排列 这样 巩固起我们生命的佛界 并且以佛界作为生命境界的基本文 以日宽上人所写的如本砖作为例子 解释了如本砖内容的基本架构 但大家不需要执着每一个细节 即使日年大圣人本身所涂显的如本砖 事件细节上都有些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以南无妙法联华经日年作为组心 十届的众生就摆在左右两边 目的只是一个 就是要表达出十届一切众生 都可以借着南无妙法联华经日成佛 此前国际会长有说过 在空中有如本砖 为了要将如本砖的力量拿出来 作为外园的对境 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如本砖了 信心坚定的人 由于是飞要着自己的如本砖的当体 所以绝对不会成为不幸的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家里安逢了这个如本砖的时候 今天大家都明白到 原来他们里面是隐藏着 代表着十届的诸天善神在里面 能够透过南无妙法联华作为核心 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成佛 因此大家即使刚才所说 我们不是完全明白到 每一个神每一个佛 他们背后的背景 但我们只要相信 中间的南无妙法联华 能够令到我们作出我们生命的改变 能够运用我们的题目 将自身里面的宿命改动 所以希望大家以如本作的确讯 如果大家想深入一些理解的时候 应该在我有个副文里面 大家可以有些文章性 你可以作一个详细的参考 希望今集能够得到大家更深认识 《如本砖》里面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